如此晶莹剔透的蜜桃冻糕,你试过了吗? 哈喽,我不是渣男 自从我上个视频淡火汤水晶糕火了之后 很多人私信问我 你见花几百大人去学了一个配方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发扬光大,做一个系列呢? 所以我选择了大家夏天里面最爱的水果之一,水蜜桃 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我还特意用了陶制夭夭的技巧 把果皮尺寸红色,然后加进去冻糕里面 让它看起来更好看 这个层次感非常好看 绝对是夏天必备 如果你觉得它太平凡 那我们来加一点点细节 让它变得更高级,更有仪式感 此方法超级简单 毫无难度,非常人心话 所以快点动手吧 来一份清凉 让你的夏天变得更有仪式感